总部位于湖南长沙的中国铁建重工集团于北京时间12月4日透露,该集团当天成功签订台北捷运万大线CQ850A标4台盾购机隧道绝境机的供货合同,此举意味着大陆盾购机首次正式进入了台湾地区市场。 日本企业在台湾地区地下基础设施工程建设中30余年的市场垄断被打破。